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讲到第七场赛事 七场这场是二班1600米的赛事 出马有9匹 有4匹是有可能或有机会欠分 部署跑经典一里 究竟是哪4匹呢? 相信包装智威、三光飞轮、黑桃火箭、喜遇保 这4匹是有机会欠分跑香港经典一里 因为他们暂时来计计应该是未够分 应该有些斗志 另外再加上 包装智威上次爆烂 三光飞轮这次突然加过眼罩 上次黑桃火箭 1600后上匹跑第4 喜遇保托了个外档 上次摆头走回来 就输了给百步穿云 若然他们又要欠分跑经典一里 若然如果这一场 哪个赢得到的这一场头马 是可以拿到150万优异成绩的特别奖金 看看这四个马会不会有双重斗志之下交到好表现 即是又要欠分 看着经典一里的大赛 也要看看能否得到150万优异成绩的特别奖金 说回这一场 其中一只有机会是部署跑经典一里的 高东尼就已经为这只乐满冠打咪访问了 他说乐满冠希望在今场 由1400跑到1600 看看乐满冠这一日的表现 如果他能够交水准 克服到真情1600 他就会跑到香港经典一里的了 这一场可以说是乐满冠的士金石 不如听听高东尼又怎样说 他说其实乐满冠这只马 现在的状态是相当好的 高东尼马场大哥大话 他相当满意乐满冠 他说上场潘明辉赢完一只马回来 状况都是好的 他说如果这一场比赛之后 他就会安排他直接参加香港经典一里 所以在9号的这一仗 即是今次 就是很重要的 因为这一个考验 就是考验他可不可以由1400至1600 马场大哥大又怎样去估计这只马呢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他相信乐满冠是应付得来的 其实乐满冠未来香港之前 在这个瓦士谷马场也赢过卡拉卡碟 就是一场1200的二级赛 即是级赛赛他已经是拿过的了 进入了高东尼马房之前 之前试过出闸有些问题 习商有扭计 但是近仗即是连回来说 近这六仗是拿到两个win 两个第二 两个第四 今次是他第一次跑1600 高东尼对他来说是一个考验 至于说到上次爆冷进来的包装智威 也都是一只有可能跑经典一里 以及欠150万奖金的其中一只潜质分子 何宅尧上次 就为这一只包装智威爆冷了 在大外档出闸 然后在内南 然后在左摄右摄之下 就冲回来 输了被那只赚了步出 潘顿的美丽同响 跑到一条Q的 美丽同响再赚一次步出 都可以进入三甲 不如听听何妖怎么说 他说这只包装智威加速很厉害 再加上他认为这只包装智威比较好 他说今次就是他要跑经典一里之前 最适合的前哨战 这场赛事 真的好似每个连马斯的马 我说四岁的那些 都在这里作为是金石 高东尼说这场是落满贯是金石 何宅尧说这场是前哨战 他说上次的感觉 比何妖这只包装智威 他觉得是好的 今次跑一里的逃程 应该不是问题 至于何妖 怎么看这只包装智威今次的机会 他说今次九只马 谁知道这只包装智威是排最外档的 当然就不是太理想了 不过他说 胜在这场马出马不多 他认为会将包装智威留后 就是包装智威的最佳跑法 至于最有证明的 当然就是那只叫喜遇堡 即是四岁经典一里的马潜质参加分子 那只喜遇堡近这两场都已经拉到1,600了 赢了一场 包括赢了马尔代夫和安仲 我记得是吗 上次被高分的八步川雲擒了 莫雷拉怎样形容这只喜遇堡呢 他说他对喜遇堡是相当满意的 他说上次果祭输了给八步川雲 实际上是差点运气的 只是输运而已 他说他相信今次是有望在这场马赢马 其实莫雷拉这只喜遇堡 也是交到相当准成的表现 另外今次的赛事 还有其他练马师的波麦 先讲大为希斯马房 那一只新马叫做东方飞影 这一只东方飞影 其实来到香港之前 都是有一些故事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不如听听希斯 怎样讲这一只叫做东方飞影的马 跑第五场 四班直不甩直路1000的东方飞影 但希斯没有跑这场马 但希斯是有接受波麦的 这只东方飞影就会跑1000米 他期望大为希斯马房的东方飞影 可以在这场直不甩直路1000 是交到惊喜表现的 他说早前东方飞影 要小声点习惯 跑泥地的试集是令人很失望 不过他又觉得这只东方飞影 跑草地的试集是很出色的 他说现在东方飞影是充满新鲜感的 他认为东方飞影在这场短途赛 是会有上街的表现 不过希斯就说 长远来说他认为东方飞影可能是一只一里马 究竟为什么这只四岁马现在才出赛 希斯有话说 他说在澳洲两次试集 东方飞影都是以第一名冲过终点 他说这只跑鸡是认真令人上心悦目 谁知道这只在澳洲被蜘蛛咬 澳洲蜘蛛不是香港那些 香港那些只吃蚊 澳洲肚子很大的是黑寡虎 那些咬一咬不得了 看国家地理杂志那些 被黑寡虎鞋一伸脚下去咬你一下 就立刻咬你一下 他说在关节位被蜘蛛咬了一下的东方飞影 立刻就受到感染 所以运来香港的时间 被预期迟了八个月 被蜘蛛咬了一口 那只蜘蛛就影响了八个月来香港 他说这次是为什么东方飞影 这么迟来香港的原因 他说现在东方飞影 已经无疑受到进度上被蜘蛛咬了一口 影响了 但是现在这一仗 他认为东方飞影已经 是准备就绪的了 说到近期整日频频赢马 当然不少得我们 帥哥书生班德黎 不如听听班德黎 怎样说他今天旗下的战区 班德黎近期整日 尤其是跟姚本辉马房合作不错 罗虎传也有马给他骑 班德黎说他星期日 这两只马 包括初出雷文介绍给大家 已经有八十多倍 和雷文看试集其中一只 冷门PACE 八十多元的太阳拍档 至今三次上阵 都是由班德黎奇 第一次输给那只连连有型 第二次塞着内囊 根本没有发挥过 第三次晚步速外档 三货都是班德黎奇 他说我来到香港这么久 现在头马数字 直至升到十场 他觉得现在 他感到很兴奋 罗虎传又给他什么大众胜利 他说证明我自己 在香港的努力 现在是得到回报 他说星期日的战马 他最看好的就是太阳拍档 和日日赢 他说自从我接手太阳拍档的操练 开始 这只马一来香港 差不多都是由他操练 你问他集的时候 他说太阳拍档 一直以来都循序漸进 演出也稳定 不过最近两场 他跑1200米的时候 在关键的时候 都不能进一步加速 所以就赢不到头马 他说今次 走来试试跑千四 班德里认为 对帕阳拍档 是一个适合的部署 他说刚刚这只马 进一步再去打磨他 早前试货泥杂 还用快时间轻易赢出那货杂 是快时间轻易赢出那货杂 不是说明次 而是时间轻易赢出那货杂 跑到爛回来 那死帝一又有什么用呢 他说状态越来越勇 他说希望到时可以走入三甲一夕 甚至乎太阳拍档可以在1400米交出头马 至于那只日日营 有一次跑直路赛 拍着那只松草成名一起冲 冲到Q回来 输了给那只松草成名 松草成名再出史卓锋 那场周俊乐又说弄了手 再出又输给周俊乐师傅 那只当家精神 这些鬼股真是没得顶 日光日白马场就这么多鬼 他说日营那次输给松草成名跑第二 其实是相当出色的 不过可能那一场真的用力太多了 所以再出就交不回 输给松草成名的水准 不过跑完那场交不到水准 上次又追回第五回来 阿班得利捏着下巴 究竟是否隔了沙一场之后 又回用了 他喜欢怎么解释都可以 喜欢说体力回复不到 又补处不适合 他说现在又好像回用了 这次休息不够两个星期 又再跑了 他说阿班得利看过排位 同场的马对手都是实力差不多 希望日日迎 临场有更加的发挥 看看可不可以在前列回来 今天的Bot Mike重点 就是第七场赛事 有四只马 有可能是潜在参加经典一里的分子 再加上那四只马 黑桃火箭 喜迎堡 包装智威 以及三光飞轮 如果可以在这场胜出的 是马主可以带多150粒 花生牙 150万 哥哥 150粒花生 很容易吃 这些会不会是牵使 另外班得利说太阳拍档 近日1200追上去 不够爆 要上1400 日日迎 哎呀 输给重草成名 那场浪太多力 让他回回 可能突然间要休息 上次又跑第五 他说 有可能又回勇 哎呀 杀光了 希望各位赢多些